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走过必留痕迹 这一句古老的谚语 意味着宇宙的一切变化 乃至每一个人 无时无刻 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会在宇宙的时间轴上 留下记录 这些痕迹 有可能是物质上的 如建筑文物书籍等 也可能是精神上的 思想价值观影响力等 例如历史上著名的人物 如孔子 莎士比亚 爱因斯坦等 他们的思想 成就 作品等 对当时和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传过不可能水无痕 一切万事万法的进行事 都在变化 且记录着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 语言 行为 思想 等等所作所为 正在一一留下痕迹 众善因得善果 众恶因 产恶报 这就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果概念 有句话说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由于菩萨知晓 只要不去众恶因 不可能结恶果 因此在起心动念上 便谨慎行持 反观众生 因无正知见 愚昧 无知 不关照自身之言行 愚蠢到什么事 都敢做 诽谤正法 诽谤圣者 以为用匿名方式 就可逃避因果报义 殊不知因果 是宇宙之真谛 有道是万般带步走 唯有夜水生 种下而因 最终必得惨痛恶报 南摩第三世 多结枪佛 在极慎解脱大手印里说法 要明白 来释迦摩尼佛所说三藏十二部 及其所说秘典之法 其统设 只有两个字 因果 小字一根法斯落地 大字宇宙无边 都是因果所值 相信很多佛教徒 都听过这个故事 当年悟达国师 因为道行高深 赢得皇帝的尊崇 赐给奖金宝座 以檀香为财 用金师 香成龙凤花纹 并封其为国师 后因悟达国师 一念不慎 对欲赐之物 起得贪爱执着 而冤念上身 长出人面窗 有眉有眼 有口有耻 与人面一样 每天需要饮食喂他 纵然贵为一国帝师 正得正量高深 还得敞报数事冤战 因此 凡走过必留痕迹的真正含义 讲的就是 因果不媚 0 0 4 4 5 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